很多人喜欢吃火龙果 有时候火龙果挑的不好 就不够甜 其实火龙果甜不甜 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挑一挑看一看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 挑选火龙果的小技巧 按照这样的方法挑出来的火龙果 各个新鲜清甜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第一条看火龙果的外皮 新鲜火龙果表皮都会比较红 火龙果外皮越红 说明火龙果越成熟 如果火龙果的鳞片也是红色的 而鳞片的前端处有一点点的绿色 说明这个火龙果成熟度刚刚好 汁水比较饱满 新鲜度也刚刚好 这样的火龙果可以挑选啦 第二看形状 我们都知道火龙果的外形 看起来像燃烧的火苗一样 但是火龙果也有长短胖瘦之分 选择火龙果 要选择这种既胖又短的 这样火龙果的果肉在生长过程中 肉增多 这样它的表皮鳞片也会拉长 不要选择这种瘦而且长的 而且胖短的火龙果成熟度更高 水分多 果肉饱满清甜 像这种瘦长的火龙果甜度就不会太高 看它的形状 鳞片很密集 水分相对比较少 果皮厚果肉少 所以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还是要选择胖短的 第三看根茎 根茎也是火龙果生长的必要条件 一般来说火龙果开始腐烂 都是从根茎开始的 这个地方很多时候也会被人忽略 如果根茎有腐烂的 说明火龙果的放置时间过长 火龙果的新鲜度也会降低了 如果根茎布呈绿色 那说明火龙果是新鲜的 可以选购 如果根茎布没有腐烂 边缘起皱 说明火龙果成熟度更高 可以选购回家 所以说成熟度更高 新鲜度高 这样的火龙果果肉饱满 口味清甜好吃 反之火龙果就会有一股酸味 今天挑选火龙果的小技巧 您学会了吗 赶快把这个方法 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这样就可以让大家都能挑到 新鲜 果肉饱满清甜的火龙果 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和转发哦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